玉旅镇长龚文俊首任当天就接获玉旅证明等十多位农民陈勤 包括陈珠、食用证明等疑问 因此镇长前往国产署、花莲办事处 希望国产署能下乡说明 协助玉旅乡亲解决陈珠国有徒弟等相关问题 希望国有财产局能够在近期之内 能够到我们花莲南区去 把这些政府的德政能够事实地来宣导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有民众反映跟国有财产署订定中地租约碰到难题 包括乡镇公所如何开立证明 民众提供各式缴费证明单、无效、不被接受等问题 一并向国产署华联办事处提出疑问 而国产署回应依国产法规定 建务在82年7月21号以前建筑完成得以承租 另外国有地的承租除了顺位承租外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承租 第一顺位没有的话我们还有第二顺位 就是毗邻的县根的所有权人是第二顺位 毗邻的县根的承租人是第三顺位 还有一个是受训40小时的部分 当然我们有好几个顺位 当然依照这个顺位来排 同一顺位的人来申请的话 就是要用抽签来决定 民众提出承租相关文件却困难重重 土地承租纠纷等事情在地方上承出不穷 而国产署华联办事处回应 将在明年1月折起办理土地承租说明会 以次解决民众的疑虑 记得感谢花莲市采访报道